巅峰对决 许银川战胜王天一 精彩刺激有看头 中国象棋 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棋艺 自古以来一直深受华夏儿女的喜爱 而今天 我们将为您带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 一场由中国象棋界的 两位巨星所展开的较量 在这场对决中 许银川与王天一将为了胜者的荣耀 而展开激烈的打斗 许银川 中国象棋世界冠军 被誉为象棋天才 一直以来以其深厚的棋艺 和出色的战术眼光相遇其谈 他的每一步都充满着思考和智慧 常常令对手望尘莫及 王天一 同样是中国象棋领域的璀璨之心 十年连续等级分排名第一 年轻且充满活力 他是新一代象棋选手的代表 以其出色的开局和独特的战术风格而闻名 两位选手的碰撞注定会带来火花四肩的比赛 队局一开始 许银川直红 王天一直黑 先手许银川开局走出相三进五 一举揭开了这场比赛的序幕 这个开局选择是传统中的经典之一 显示了许银川的沉稳和深思疏虑 王天一应对得当 选择了视角炮 灵活多变 这一招表现出王天一的果断和进攻意图 局势在初期逐渐升温 双方棋子互相角逐 争夺主动权 在这场对局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两位棋手不同的战术风格的碰撞 许银川以其深思熟虑的战术 和强大的计算能力而著称 他喜欢通过紧凑的布局 来牢牢守住阵地 然后逐渐寻找对手的弱点 他的棋局常常看似平稳 但隐藏着无数精妙之处 王天一则大胆而果断 他喜欢在开局阶段寻找机会 以迅猛的攻势威胁对手 他的棋风激进 富有创造性 常常能够令对手猝不及防 这两种不同的战术风格 在对局中交相辉映 使得这场比赛更加引人入胜 随着对局的深入 中局的战术较量变得日益激烈 双方的棋局渐渐收缩 局势越发紧张 许银川在中局中巧妙地运用了 车炮双进攻的战术 将自己的车炮组合 布置在了对手的要害位置 形成了威胁 这一招法展示了他对于象棋中 位置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战术技巧 王天一则采用了以攻为首的战术 试图打破对手的布局 制造机会 他的棋风果然不同凡响 一系列连环进攻着法令人印象深刻 在中局的较量中 双方不断试图寻找破绽 争夺主动权 每一步棋都可能改变局势的走向 这场对局的悬念也愈发增加 随着对局进入中局 压力达到了巅峰 许银川和王天一不明白 胜利即将在眼前 但也可能随时溜走 在中局中 许银川再次展现了他的深思熟虑 和强大的计算能力 他逐渐推进自己的棋子 将王天一的将军 逼向了棋盘的一侧 王天一陷入了困境 不得不不断防守 然而 王天一并没有轻言放弃 他采用了一系列精妙的防守招法 试图守住自己的将军 这场中局的决战充满了悬念 双方的精彩招法让人目不暇接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对决 许银川战胜了王天一 他用自己深思熟虑的战术 和出色的计算能力 最终攻克了对手的阵地 将对方的将军将死在棋盘上 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 许银川的高超棋艺 同时也显示出王天一的坚韧 何不屈精神 这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巅峰对决 一场中国象棋的盛宴 将军 中国象棋是一项需要深思熟虑 和战术眼光的智力运动 这场许银川战胜王天一的对决 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两位棋手的精彩对决 让人叹为观止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象棋的魅力 许银川和王天一 都是中国象棋界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对局为象棋爱好者们 带来了难得的视觉盛宴 这场比赛将永远被铭记 成为中国象棋历史名局 无论您是象棋爱好者 还是普通观众 相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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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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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